大家好 欢迎各位来到 癌症新观点 医学教育频道 今天我们来继续 我们同心抗疫 癌有疫苗之多少的讲座 今天来谈 跟各位谈的是 有趣的议题 牛与疫苗 我们这系列讲座 从911就开始直播 每天晚上 每天晚上都跟各位 面对面的直接来谈 这个疫苗的议题 一直会谈到10月1号 欢迎各位持续关注这个议题 这个议题非常的有趣 而且非常的有逻辑性 大家一定要从第一集 看到最后一集 大家就会很了解 疫苗 新冠疫苗之间 知之是到底它的是 怎么样去保护我们身体 以及一些要注意的事项 以及我们未来可能遇到问题 该怎么解决 我们上次 我们提过 我们都知道说抗生素是人类历史上 医学上一个很重大的方面 但是因为我们的年代 我们都是属于近代人 我们都不知道说 其实疫苗是18世纪最重大的医学方面 抗生素是来来杀细菌 是用来治疗疾病 疫苗更高招 它是预防传染的疾病 我们今天来谈牛跟疫苗之间的关系 今天牛会觉得很奇怪 疫苗就疫苗 跟我有啥关系 这是一个今天来谈的一个有趣的议题 18世纪其实是一个天花肆虐欧洲的年代 据估计欧洲死在天花的人数 超达6000万人 甚至有人估计有1.5亿人 倒是世界上人口 根本没有像现在有70几亿 可能几十亿就 十几亿就很不错了 而且天花的死亡率高达三成 而我们新冠病毒的 这个死亡率有多少 大家其实可以去看 《跑章杂志》的介绍 大概就2% 所以天花造成的致死率来说 比新冠病毒要高出了许多 天花看这个新冠病毒的感染 他觉得是小case 当时他只要感染到十个人 就有三个人会挂蛋 而且天花还很有名 他还发生了很多历史的事件 传说中康熙皇帝 就是因为没有得天花不死 才被任命为当太子的皇子 另外清朝就算这么仔细的挑皇子 还有一位 还是在位的十三个皇帝当中 有一位皇帝还因为天花而死 最重要的是 当时西班牙有一个舰队 叫无敌舰队 之所以无敌就是 他连英国法国 这些所谓意大利葡萄牙 全部都打败 他可以当成是地球上 当时最强的战斗部队 西班牙的无敌舰队 还曾经因为天花这个夹蓝病 造成西班牙的无敌舰队 无法出战 所以你看天花在当时 真的是一个很可怕的传染疾病 但是当时对人类对天花 也不是完全束手无策 无论在英国欧洲还是中国 都用一种方法 叫做众斗的方法 也就是说当你人感染到天花 他就 那个所谓医生就把这个感染 人质天花上面这些 上面的这个痘 把他这个 一些所谓的脓 把天花患者这些身上的脓 把它画出来 把它这个 把它做一些收集 然后把它种到 健康人的皮肤质上 要怎么种呢 就从健康人身上这边 画一个 画几刀 把这个脓上面 把这个感染天花人身上的脓 把它种在上面 当时就叫做种天花豆 叫做种天花豆的一种接种处 但是这种天花豆 虽然它是种的是天花病人的脓 也就是天花病人的一些所谓的感染后的分泌物 但是毕竟它还是天花 所以它还是感染之后 会出现一些天花症状 但是症状不会像这个空气传播的天花 这个病毒来得这么严重 但是即便是这样子 还是有些人 接种这个天花豆以后 产生真正得到 真正得到天花 而且变成很严重的天花 而且还因为种了天花豆 得了天花 得了天花而死掉 反而不种天花豆 可能没有感染到天花 还不会死 但是因为种天花豆无形中把天花病毒种在身上 无形中有一些人就因为种天花豆而死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而且接种者在还没有产生抵抗力之前 你还必须要跟家人隔离 因为当你种豆以后 就会开始感染到这个天花 很可能还是有传染力 很可能还可以从空气传播给你的家人 所以呢当时种完天花豆之后 必须要隔离 这个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 然而这个最早的疫苗发病 竟然跟这个天花跟牛有关联系 怎么说呢 其实当时的英国乡间 流传了一个民间的传说 很像我们现在 现在是道上时讲的一些八卦新闻 这些农夫之间 口耳相传的一件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一个人只要曾经揽上的牛豆 便不会再揽上天花 什么叫牛豆呢 当时挤牛奶的女工 通多数因为接触到牛 牛豆是一种类似像 人类天花的一种天花 它是它传染到牛身上 牛就会产生类似像牛豆 所以当时是牛豆就是简称的牛天花 所以这些抵牛奶的女工 因为接触跟牛有很近距离的接触 要帮这些牛的乳房挤牛奶 在挤牛奶的过程中间 就会被牛传染这个牛天花 所以这些挤牛奶的女工 就会跟牛一样得到的牛天花 可是呢 这些感染过牛天花的女工 基本上很少罹患天花 人类的天花 英国天才医生就发 有一个叫Edward Jenner 琴娜医生 琴娜医生就说 如果这个乡间的传说是属实的 他认为牛豆跟天花之间 有一些关联性 所以他就想说 如果我们本来是把健康人 种天花 种人的天花 是不是改成可以种牛天花 也就是种牛豆 会更影响 于是他不只是想 他就开始知行合一 进行所谓的实验 他就第一他就逮到一个小男孩 在1796年的5月14号 他都逮到一个小男孩 这个小男孩叫做 詹姆斯菲普斯 詹姆斯菲普斯 这个琴娜医生呢 就用清洁的柳叶刀 柳叶刀就是手术刀的意思 你看看我们知名的医学杂志 叫柳叶刀杂志 其实就是所谓的手术刀 他就在这个 菲普斯这个小男孩的手臂上面 画了几道伤口 然后替他种上了牛天花 也就是所谓的种牛豆 想要来预防天花 结果呢 这个男孩 小男孩真的染上了牛天花 也就是染上了牛豆 在六星期以后 他的牛天花 这个传染病好了 就像这些挤牛奶的女工 很容易这个感染到牛天花 就好了 所以之后呢 他就回来 这个琴娜医生又把他再缴回来 就在这个男孩子的身上 小男孩子的身上 再给他种人类的天花 尤其是把感染天花病人身上 感染到天花病人身上的 在这个伤口上的脓 把它种在这个小男孩子的身上 结果这个小男孩 完全没有感染到天花 证明了牛豆 确实让这个小男孩 对天花产生了病例 所以史上的第一支疫苗 鱼烟这样子诞生 琴娜医生可以说是人类疫苗的发明者 第一个发明者 所以种牛豆预防天花 琴娜医生发明了这个天花疫苗 后来呢 琴娜医生就说 他的预防的这个方法 他的接种方法 他给他一个特别的名称 叫Vacination 那为什么叫Vacination呢 因为Vacination的Vacca 是这个他的拉丁文的这个意思 其实就是牛 他是纪念 因为牛感染到牛豆 的这件事情 让他有所谓的疫苗 就是天花 预防天花的疫苗接种的概念 所以他叫做Vacination 其实根源上是跟这个牛 有很直接的关联系 之后在1798年 他就出版关于预防接种办法书 叫做关于牛豆预防接种的原因 跟所谓的后果 他把它写成一本书 发行在全世界 后来全世界许多的科学家 因为他这些所谓的著作 启发了他们对于 所谓牛豆技术的改良 因为牛豆技术越来越改良 它的效果越来越好 也越来越精准 后来在全世界 普及施打了牛豆之后 牛豆疫苗之后 终于在1980年 WHO宣布天花这个疾病 终于在地球消失了 这是人类史上第一次对抗传染疾病的一个 完全胜利的一个故事 所以牛会跟他 他会说 我不只是会吃木草 我还把天花给吃了 吃到他们永远不会在地球上出现 所以过去预防传染病 我们可能可以看到很多历史的故事 我们可以看到许多 当时黑死病的时候 许多的医生就戴了一个像鸟嘴一样的帽子 来预防传染病 我们甚至看到许多过去的一些 中国对待瘟疫的预防 竟然就是把一个村庄围起来 派军队把这些所谓的传染疫者 全部把他杀死 然后进行所谓的 类似像所谓的一些 类似用所谓的鞭炮 来放鞭炮的方式来驱除瘟疫 好像任何或者是请一些神明 来对抗 什么千岁爷 来对抗这些瘟疫等等 过去预防传染病的方法 现在看起来似乎有些不科学 然而天花疫苗的发明 告诉我们说 其实我们可以用病毒的方法 来预防病毒 用疫苗这个概念来预防传染病 所以流感疫苗 我们每年10月份 还有都会被建议要去施感流感疫苗 打了流感疫苗以后 就可以预防流行性感冒 变成重症 住家户病房的可能性 这是一种很明确的预防 剩余感染的一个公共卫生的概念 至于COVID-19这个全世界大流行来讲 我们更应该用预防剩余治疗的概念 来处理这个COVID-19的疫苗的疫情的感染 的流行 所以新冠疫苗对于 这些COVID-19盛行的国家 有发生的国家 是不是应该虚打呢 持续健康的人更知道健康的重要 更知道预防剩余治疗的可贵性 然而对于新冠疫苗 新冠疫情的肆虐之下 还有对于新冠疫苗是不是该施打呢 今天我们从牛跟疫苗的故事来告诉我们说 只要我们大家能够齐心协力的去接种疫苗 我们只要在疫苗发展的程度越来越好 我们对疫苗的技术越来越高超的情况下 我们很有机会让新冠病毒 这个病毒 掘机于神世界的机会 或者变成一个常态性的感染 像是我们感冒的流感的激劣会很高 对于疫苗的种类有哪些 我们要怎么样对这些疫苗的种类 到底怎么分类 当然这些种类 这些疫苗的不同的种类 到底已经用在我们目前的 公共卫生的预防当中有哪些 期待将会 这些内容将会在明天 继续跟各位继续播出 明天跟各位在线上再相见 今天节目就到此结束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本频道 谢谢 明天哪 明天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